高雄岡山发生这起惊悚车祸 就有一部休旅车疑似因为刹车失灵 在路口根本停不住 高速冲撞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 让机车车体完全肢体破碎 而且骑士骨折重伤 机车停红灯 下一秒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休旅车完全没有刹车强力冲撞 前方机车被撞得支离破碎 岡山区和华路那个速线是50公里 看起来是蛮快的 休旅车高速撞击 机车就像被炸裂般 车体破损零件四散 骑士50岁愚姓女子立刻被送医 他是全身都出伤 然后大腿有骨折 肇事驾驶没有喝酒 他公称车辆原本一切正常 就在和华路这个路口要停红灯前 才突然发现刹车失灵 他要到达的时候才发现说是刹车失灵 所以说到时候要到那个路口的时候 要踩刹车没有办法踩 就是就撞上去了 在速线50公里的道路上 休旅车明显车速过快 是否真的是因为刹车失灵停不住 冲撞机车造成一伤 警方已经将案件移送 进一步鉴定调查 记者刘启文高雄报道 接下来 在计划 好 这次